今天脖子好像有点扭到 落枕的感觉 嗨,我是Zoe 今天是2023年的7月15 也是臣服实验的第58天 这一系列的影片呢 是我100天的臣服实验的挑战 在分享我每一天在臣服 在灵性觉察,self work 这个主题上面有什么样的心得感想跟启发 但是我这个脖子好痛哦 我要先从昨天的半夜来说起 要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应该是前天晚上的半夜 因为我要分享昨天的事情 前天晚上的半夜呢 突然之间下大雷雨 然后我通常是睡着就非常深睡的人 很熟睡 我不是那种浅眠的人 但是呢,那个大雷雨的那个雷声 黑的模样,却有点像是有人拿着那种 照相机的闪光灯 离你很近的那种闪烁的光 然后我就觉得天啊,就是外头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大概是半夜两三点吧 所以我赶快起床 然后跟我先生就是拿 我们拿了多的毯子去遮住窗户 虽然已经有窗帘了 可是就是那个那个光它一直闪 然后亮到就是你在房间里面都会一直被亮醒 然后这就是我昨天 然后今天也是 所以 就是大概五小时前的凌晨吧 也是一模一样 然后我又一模一样的被被下行 就是我是真的那种 就是到底什么声音太大声了 而且就是维持了大概 十五、二十分钟耶 蛮长的 然后我昨天睡很不好 超不好的 就觉得整个睡 整个被吓醒了之后 惊魂魄散 就魂飞魄散的 然后好像落枕了 今天就有一种很不好 很想睡的感觉一击 我已经 我发现我已经很久没有那种睡不饱的感受了 我其实睡眠品质一直都蛮好的 我觉得这是我非常非常感恩的地方 然后偶尔如果起床之后发现 昨晚真的好像是一整晚都没有真正 很深沉的睡着的那种时候呢 就会觉得 其实你真的无法忽视身体带来的不舒适感耶 就是 How do you live with it? 很多人好像都常年是在这种这么疲惫的状况下面 去生活的像是我今天脖子痛啊 我是 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忽视这件事情 我就开始在 Plan my day 然后想说我今天 是可以去按摩吗?还是什么的 可是你知道这种时候呢 你就特别的想念台湾 因为台湾就算是去什么夜市啊或什么地下街 你都可以随便 甚至有一些捷运站都可以随便找到 就算是盲人按摩 他们的技术也都超好的 到处都有按摩店 美国就没有 可能唐人街 中国城会有 但我们这边没有中国城 然后通常也不能walk in 就是你不太能直接走进去 通常都还要预约 然后技术也不大一样 然后又超贵 大概都是两倍贵 的跟台湾的按摩的价钱比起来 啊好烦哦 觉得我脖子整个OK 所以呢 我今天蛮想要分享一些跟能量有关的东西 是我昨天读到的书 就我觉得它跟我们的身体也蛮有关的 好我就先从昨天的一整天的行程开始带 然后再去聊聊我昨天在书里面看到的一些东西 所以昨天的那个晚上就是这样子起来 但好险啦 好险前一天晚上我是有睡回去 一早起床之后呢 就是弄了一下自己的东西 我早上九点跟一个学生有一个一对一咨询 那这个学生他比较是来问跟生涯设计有关的主题 所以我也就是花了一点时间给他一些我的feedback跟方向 然后整个的过程很流畅呢 就是我就觉得我在做一对一的时候是非常顺流的 我很可以专注在当下 以及对我而言 受众可能会觉得 哦你好能够看见盲点 好能够抓到重点 但对我而言是不费力的 我不用特别就是很uptight的那种 好像就是我在他的治理行间 就会可以感受到他的能量 跟他真正渴望的东西是什么 以及他现在最大的烦恼跟困扰点 好像蛮能共感这种东西的 所以一整个做完之后 我心情就非常的好 就也跟这位学生有推广了我的教练陪跑的服务 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 他或许的确会蛮有可能是我接下来专 就是所focus的商业模式之一吧 其实我这阵子拍成福实验 就是觉得自己事业上面啊 然后人生上面也有蛮多的关卡 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很多东西我就是一边这样分享 然后一边试探跟评估 然后到目前为止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我做起来是真的蛮顺流的 然后我并没有在外面特别 就是去market这个服务 他都没有在台面上特别说 可是台面下他却很自然而然的 自己unfold 自己进行起来 是我觉得蛮开心的地方 好 然后做完一对一之后呢 我就录了昨天的影片 然后叫我先生起床 那时候大概快11点多 他昨天睡比较晚 因为我们两个都因为那个雷声 然后半夜又突然被吓醒 but anyway 后来他起床之后 他就说那不然直接煮午餐好了 然后昨天我们心血来潮 突然很想吃咖喱 泰式的那种 所以我们就一起煮了咖喱鸡 很好吃耶 然后两个人就是吃完午饭之后呢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是 我没有很想工作 就是 好像to do list上面的事情都 也许可以等 也许没那么急 但就是有一种 没有很想工作的感觉 所以呢我就坐在沙发 看书 然后我昨天在看的是 一样 Dr. Joe Dispenza的 开庆的惊人天赋 那我其实 前至少在上个礼拜之前 我在读的都是那个 他叫中文这样 Breaking the habit 未来预言 对不对 他也是Dr. Joe Dispenza的book but way long ago 就是更早之前 然后 有一位观众 所以真的很感谢 如果你有在看的话 他就是推荐我这个 这个博士的另外一本书 然后我看这个另外一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更好看 所以如果你也想看的话 你就直接去看 启动你的惊人天赋的这本书 所以我昨天就是在看 他在说身体的能量通道 人体的八个能量中心的这个书啊 所以就看到一个好难去 好难停下 看到欲罢不能 等一下再来讲一下 我学到写什么 不过就这样子大概到了三点 所以我好像就是坐在沙发上面 看书看了那么久耶 哇 以及 昨天还有做些什么 昨天我是有跟着书里面的东西 去做一点练习 就是 他里面就是有说 你要找到一个你的intention 你究竟是希望看见什么东西成真 然后你要列出他明确的一些指标 就是如果说你想要有一份新的工作 那不是只有找到新的工作就好了 对吧 你可能对他的工时有期待 对他的地点有期待 对他的薪资有期待 对整个工作的环境跟工作内容都有期待 所以你要把这些期待 据细迷的写下来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耶 因为我在做设计思考的课程 这也是我们定义问题 就是设计思考五元星 在发现问题 然后到定义问题的这个环节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要素 因为很多人可能他的 他都会说 我的梦想是财务自由啊 或者是我的梦想是在家工作 可是 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你今天如果是家庭主夫 家庭主妇你也是在家工作啊 可是你可能不会因此而满意 是吧 你今天如果是一个在家里做家庭代工的人 你也是在家工作啊 是吧 可是我相信你要的不是这样 所以你说你今天要财务自由 你要在家工作 你一定底下还是有一些期待的 你可能希望工时每一个礼拜 不要超过30或40小时嘛 或者是薪水每一个月 至少有3万块4万块台币吧 不然的话你在家工作 然后一个礼拜要工作100个小时 可是你只赚到2万不到 你觉得你会满意这个在家工作 还是你会宁可要通勤去上班 但是至少其他条件都是好的 对吧 所以他在就是书里面有讲到这个 然后我就跟着他做了一些练习 然后我就发现其实 这也是我很困难的地方 因为我有好几个面向想要去试啊 就是health 我就在想说我还蛮想要试试看我能不能够透过冥想来治疗我的健康 什么健康呢 脖子酸痛 不然就是脊椎 我还蛮想要看看能不能够靠冥想去调整脊椎侧弯的这件事情 就是我有蛮算是有点严重的那个肋骨的外旋跟骨盆前情 然后就有点想说要不要试这个 还是说他有其他的选项像是job嘛 就是工作或者是opportunity或者是abundance abundance就有点像是财务啦 不过我就在想说我到底想要的是opportunity还是是job 就是一直在这之间来回难以做决定 反正呢就是也花了一点时间 所以早下午的时候才快要三个小时 哦 然后在这之间呢我还有做其他一点点事情就是我有去完成 Natasha给我的功课跟嗯我做了一点点journal就是他就是有一些什么能量通道跟书里面讲到的 嗯然后把这个能量通道你觉得堵塞的负面情绪写出来人生中有没有后悔的觉得早知道不要这样 或者是如果当初可以怎么选择会想要做不出不一样的选择 然后懊悔的或者是觉得被背叛的或者是觉得恐惧的 觉得不安的觉得最担忧的就是把那些东西写下来 所以我的确也写了我觉得也是很困难的就是一样他又是一种照妖镜的感觉 就是你看见自己这么担心的东西写的这么的历历在目其实不是那么的舒服 不过也是一个蛮好的练习 所以大概到了三点多之后呢我先生的工作告了一个段落 他就说好要不要来做昨天我们被打断的那个四个金属的冥想的课程 我就说好我们就坐下来然后那个冥想三十分钟 我觉得很棒耶就是我大概有两次觉得进到太深太深的阶段 不过他没有像是之前别的会让我睡着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一直在冥想里面去挑战跟练习的就是进到那么深层的脑波的时候不要睡着 就一直不小心睡着 所以我昨天发生了两个有点比较奇异的vision可以跟你分享 第一个是我在某一个很深层的冥想阶段的时候 我突然看见我眼前在想象的我那时候在想象什么 我好像是跟着老师说的就是你把一个金属你想象你握在手上 然后你想象这个金属你把它放到这个额头的位置 你觉得它的温度是什么这种的 就是这个冥想的练习你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然后这个东西如果是铜 这个东西如果是不锈钢 那你这里的感觉是什么 然后我就是在进行刚好是这一段的时候呢 我突然之间就看到有点像是我自己的模样 可是我不在我的这个视线 我在别的地方看见我自己的这个人 然后呢整个画面就突然变成一种漩涡这样子转了起来 它变成像是那个水波的形状 非常明显是一种水波的形状这样子 慢慢的漩涡流进去的感觉 然后我那时候有点点吓到 我就突然间这样呃然后我就更清醒 所以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我是会睡着呢还是会看到一些不同的景象 但那个是第一次我就想说OK 赶快focus回来我的课程 然后第二次呢 我有点忘记是什么耶 就是第二次是我飘走 可是这次的飘走没有任何的画面 就是我还是在听着老师呃 讲课 然后他就说什么 你现在要想象你整个人进到了一个 由那一个金属所构建的空间 OK所以呢 我我的想象是有一个很大的完全只用不锈钢做的一个一个box 然后我可以这样门打开走进去 然后他就说观察里面的一些光泽跟色调什么的 所以我在想象我走进黄铜里面的时候呢 他是很反亮很反亮 很很有光泽的 甚至像是镜面的那种感觉 我可以看到自己 不过好像到了一个是铝吧 对 就是在铝的时候呢 我的那个想象有点是 铝箔纸不是有两面吗 他是铝箔纸吗 等一下我又忘了 就那个烤肉的那个纸 然后不是油面是雾面 油面是亮面吗 烤肉的 然后我就是不晓得为什么我走进去那个铝箔纸空间的想象空间里的时候 我的想象是雾面的那个空间 所以我没有办法看到任何的我的我的镜面的影像 就是很模糊一点点 然后突然之间呢 就是有一个感受是我进到那个box里面之后 门关了 然后我就在一个全黑的空间里 我不知道我在那边多久 也许实际上来说就只有五秒 可是他是一种 你刚好 你不刚好 你就是失去意识的感觉 就是你就觉得全黑 什么都没有 然后你的注意力也不在声音 你的注意力也不在自己身体上 你的注意力也不在时间 但是当你回过头来的时候 然后你也没有感受到自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然后我似乎过去有一两次这样的经验 不过昨天那个蛮深刻的 因为昨天那个空间 感觉很 感觉很 辽阔 我大概只能先讲到这吧 我不太能 我还没搞清楚这是什么东西 所以如果你知道的话 我还蛮想听听看你的想法 就是这是什么 很短啦 大概五秒以内 也蛮酷的 所以呢 我们就是做完这个练习之后 我觉得蛮开心的 然后我先生晚上要出去 所以呢 我就又帮他弄了一点吃的 那他就出门了 然后昨天他出门了之后呢 我其实心里的想法是 我还是没有很想工作 但或许我应该要去看一下 有什么东西要整理 然后呢 我就看到了一个 那个叫什么 我就看到了一个影片 我也再把它放在下面好了 它就是在讲 什么是transactional 什么是transformational 然后这个有点像是我昨天讲到的 你being先来 你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你就会自然的do doing 就会来 你就会自然的做那些 你身为这个人会做的事情 and then you will have 就是你就会自然的拥有那些 身为这个人而会拥有的外在的条件 然后我就是一边听着那个影片 看着那个影片 然后一边整理书桌 就是我好像也有讲过 我是一个书桌满邻乱的人 然后抽屉也是 不过我昨天就想说 OK好我要 我就一边来用 然后一边来整理 可是他在讲的时候 我就觉得超级无敌精彩的 我突然之间就觉得说 我不能这样子分心的整理我的桌子 然后一边听 所以我就先暂停 因为我觉得我想要找一个时间 好好把它专心的听完 就只做这件事情 so 我只听了大概 四五分钟吧 OK 整理完桌子之后呢 我就去整理了一下我们家的文件 啊 有一件事情我忘记讲 就是昨天我先生还在家的时候 我就 我有去楼下 看一下我要漆的那个 那个那个 厕所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发现 那个门缝的地方呢 有一个crack 有一个缝 那个东西呢 我需要去知道 我要用什么东西来填补 因为在厕所里面嘛 所以他可能要防水 所以我要去知道说 这个东西是什么 要去哪里买 and我看了一下 我去储藏师看了一下 我们的油漆 然后这个油漆 也要是特殊油漆 是那种可防水 可漆在浴室的 然后他只剩下三分之一吧 所以呢 我就跟我先生讨论说 那我们应该要先漆哪一面墙 因为如果他真的不够的话 换个颜色 或换个品牌 不会太奇怪 然后我们就讨论了一下 所以算是第一步的启动 我就觉得 真的是没有很想做 可是至少 这件事情 知道会启动 好 然后回到我的房间 整理完我的书桌之后呢 我就开始去弄一件事情 是我们家的地税 就是这里的美国 美国的房地产的那个 地产税 蛮高的 然后他有分成 夏季跟冬季 两个payment 然后夏季 至少我们这边 夏季跟冬季的价钱 是差很多很多的 然后我就在看 说他到底差在哪里 以及好像有一些新的文件 我们要去申请 好无聊哦 好无聊的东西 所以我就一边弄 不过无聊 可是又不能 就是又得仔细看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 好我要暂停我的影片 然后那些东西都整理完之后呢 我就回到电脑上面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是没有很想工作 但是我来做一下工作好了 然后我昨天选的工作呢 是我要给Nancy的一个企划的提案 然后这个提案呢 其实我是有一点点拖延的 就是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就是超出 就是我没有持交 可是那种拖延是我知道我迟早要做 只是我一直有点抗拒的感觉 但昨天就是终于做下来 然后把它做完 这个历程我觉得很值得分享 就是因为我的这个提案呢 是英文的提案 然后我从来都没有做过 这种类型的专案的提案 以及我没有用英文 这么专注的写过这样的提案 所以我昨天一开始的 我大概花了三小时哦 三到四小时 对 然后我昨天的第一个小时 我觉得是一种完全的struggle 就是我就在想说 我要先用中文 然后我在翻译吗 还是我要怎么样 可是我后来觉得 那我先用 我就直觉用英文来写好了 but 我不太知道 就是它的整个时程 应该要怎么安排 其他里面 究竟要完成哪些事情 才可以推进 所以我觉得做专案的一个 很大的考验是 你要身为经理人 你要知道总共要完成的事情 有哪些 以及哪件事情 应该要先完成 这样子后面的事情 才可以顺利推进 它的顺序 它大概会抓多长的时间 的这种事情 就它本身就是挺讨厌的 如果又是一个 你没有碰过的专案 你必须要去了解一下 跟调查一下 然后你还要想方法 就是这个叫methodology 你要想 那你要用什么方法 来去做 这些你说要完成的事情 例如我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有一个项目 是需要去收集 real person data 我们要去收集真正的 使用者的回馈 然后方法是什么 方法就是你要在里面提案的 方法是什么 你要做问卷吗 你要抽奖吗 你要让观众做 一对一的 跟你预约的咨询 然后你趁机来市场调查 study他们吗 还是你要办活动 这样子你可以见到他们本人 还是你要用什么样的 试调工具去收集 以及你如果要做survey的话 里面要有哪一些问题 你究竟想要从这些 受众的身上得到什么 对吧 蛮困难的 所以 第一个小时我觉得很struggle 然后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 struggle的感觉了 但是呢 在第二个小时吧 我突然有一种突破 就是 我觉得那个突破有两个点 第一个是心情上的突破 就是 我 我觉得 他突然让我有一种 哦 好 好 这个叫什么 好带近 就很带近人的那种感觉 然后好 嗯 好久没有 冲到一个这么 难度高的浪 然后当我的心情这样子转换了之后呢 整个东西好像就顺了起来 我从一开始就觉得说 看不懂 不知道怎么做 然后呢 到第二个小时突然间觉得 其实我很渴望这种 很困难的 然后这就是我在说 从来没有做过的 然后从中得到很多成就感的事情 然后光是我这样想的时候 我突然之间有另外一个breakthrough是 我突然有一种语言上的breakthrough 就是我觉得我之前写一些英文提案的时候 我是用中文思维去写 也就是说 我会先在脑海里 谱出这个的中文的纲要 跟就是他在我脑里的形式是中文 然后我再打出来把它打成英文的 可是突然之间有一个转换是 我从想跟架构的那个出发点 就直接用英文 我觉得他是在我脑里做了一个很 很刻意的shift 然后后面写起来就超顺的耶 就是我好像是直接切换了一种语言的感觉 不再像之前是我在翻译 很特别 我也很难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但很特别 是吧 然后我还听说过一件事情 觉得也很可爱 可以值得跟你分享 就是有人说啊 俗称 如果你能够在做梦的时候呢 梦到你在跟其他人 你自己用另外一个语言跟其他人说话 那通常就是你已经是真的蛮知道 跟蛮认识这个语言了 所以像我 我婆婆就有跟我说 他就是有梦过那种西班牙文的梦 自己是说英文的 可是他的西班牙文也很流利 然后我就发现 对 我好像也开始有梦 英文的梦 还不错 所以你现在有没有在学什么不同的语言呢 如果是日文啊 或是法文什么的 搞不好你可以去观察一下 有没有出现在你的梦境里 所以呢 整个专案 哇 就是这样子做完了 好开心哦 虽然我是把这个提案 有交给Nancy了 然后就看下一步怎么推进咯 不过 我很满意 就是我已经很久 没有这种很满意的感觉 然后 你如果对于你的作品很满意 你就会一直回去看 你有那种感受吗 就是你会一直回去 再三的review这个东西 然后在那个review的过程中 你的成就感又不断的被喂养 所以昨天虽然我本来没有很想要工作 可是做这件事情之后 其实心情非常的愉悦 然后大概就也快要九点十点了 我结束我昨天工作 然后就开始看Netflix 我昨天看那个 一样也是 有点宫廷剧的 那个叫什么啊 博泽顿庄园吗 蛮好看的 就是最近在追的剧 然后我先生就回家 那大概就这样子了 所以这就是我的昨天 不过我觉得 我刚才想要分享的内容呢 就是身体 身心灵的八个能量通道的这个东西啊 有点多 有点长 所以我想 我就留到明天好了 因为我等一下有事情想要 赶快准备赶快出去了 所以呢 sorry 但是这本书 开心的惊人天赋 是蛮好看的 想要看自己 自己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今天会再继续看这本书 然后或许我 我这样子也好了 就是也许我明天就有更多可以分享的 好吗 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咯 谢谢你的收看 如果说呢 你喜欢这一系列的影片 也希望你可以支持 按赞订阅 把它分享给身边 认为会有需要的人 或者是很重要的人 有什么样的想法 也欢迎你留言跟我说 明天见啦 拜拜